大家好我是站長Alan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鴻海的便當盒子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這裡 這個就是便當 這個它的主機的部分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先把它拿出來了 這邊第一個就是HDMI線的部分 再來它還有給我們一個遙控器 再來是盒子本身 那它這邊呢就小小一個圓形的這樣子 然後上面寫便當 那右邊的部分這裡有一個USB2.0的 然後這個是USB3.0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卡的插槽 再來後面的部分呢 它還是有準備給老電視的一個插孔 然後有線電視HDMI插孔 以及這個是電源線的部分 然後最後一個呢就是電源的部分 然後這邊呢看起來這個遙控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本來以為它是沒有學習功能的 那如果你想要學習的話呢 其實它這邊後面是有教你要怎麼做的 你可以看一下然後去做學習這樣 這邊呢我們要看到的是它規格表的部分 那這一台呢是BA310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GPU的部分是採用4核A53的CPU 然後呢搭配那個720的GPU 以及呢它的解析度其實是有達到4K60幀的部分 然後還有支援HDR 然後它的內建的一個記憶體的話是1G 然後內存的話是8G的部分 再來呢它是有支援有線跟無線網路的部分 然後它提供了一個USB3.0的接孔 然後也有卡可以去做擴充這樣子 卡槽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它是支援藍牙4.0 以及呢它是安卓7的一個系統 好的那進到便當的一個操作頁面來 你就會看到這邊呢其實它是包含了很多正版內容的一個頁面 我們再往下移一點就會發現更多 像這邊呢電影戲劇啊它這裡面就有愛妻啊KKTV啊BestTV還有Friday影音 那當然我們這邊就是我們賣的這一台呢 其實我們主要推的就是那個4G的部分 4G的部分 那這邊我會在這邊做一個展示 因為我們這一台呢獨家呢 就是可以有兩年綁約在這台盒子裡面正版看到寶這樣子 可以取代第4台的 那其他的部分當然你也可以去做購買 那如果你在盒子裡面購買跟你在外面購買的話 是會有價差的 就是在盒子裡面購買它會比較便宜這樣 下面其實還有像美華KTV 這種的然後18進的這裡 你都可以進去做一個購買的動作 那這邊它都是付費正版的 然後這邊有YouTube你可以看這樣子 那這一台呢它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所以你還可以自己再安裝一些你想要的APP在裡面 那你就要自己想一下就是它是不是合法的啊或幹嘛的 這個就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好的再來呢我們要介紹這一台主要我們給你的內容 這邊它是由兩年的四季看到寶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只要買這一台的話 你就可以取代你們家的第四台來做觀看 那我現在來展示一下這個APP的內容 好的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樣的內容 你進到這邊呢它其實就有全部頻道 然後免費頻道 國會頻道 新聞財經的 還有戲劇電影的 然後兒童娛樂 運動休閒 然後旅遊時尚 跟那個音樂綜藝的部分都有 然後還有現場直擊的 以及綜合頻道 那現在我們就來轉一下大概 全部的頻道裡面有什麼這樣子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有沒有自己喜歡的 好像民視第一台啊 這邊都是都是有的 然後名次 好名次 我來轉一下台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速度 好 然後生活英語台 好這邊有 然後再往下轉 八大綜藝 好轉台算是蠻快的 好 愛爾達娛樂台 然後TPBS的一個精彩台 大概就是兩秒鐘左右就可以轉到它的一個台 然後榮華的日韓台 然後榮華的日韓台 然後中天新聞 好TPBS這個都很多人在看的 再來 ELEVEN體育台 好像這種體育台也是很多人看的 好 然後博斯的部分 好博斯的運動 好網球 好所以 主要呢當然就是還是要看你對於這些台蠻不滿意 因為兩年 然後你可以買到這樣的價位其實已經算是蠻漂亮的 好就是很划算啊 又是正版的內容 一定不會被斷訊的 好這邊呢它是 有品質保證的 好這樣韓國娛樂台 然後天映經典 好這邊還有一些電影台的部分 好今天的電影台 好CNBC HC Asia 好大愛電視啊 這邊也都有 好大概到194台 再來呢除了 直播之外 如果你覺得還不過癮的話 這邊下面其實還有一些 民視戲劇啊 華視戲劇 大愛戲劇 以及公視 或者是民視的綜藝觀 好這邊其實 好你隨便點進去 這邊其實都有很多可以去做觀看的這樣子 好的那今天的介紹呢就到這邊 如果你是一個很想要買一台電視盒 來取代你們家的第四台 以及你覺得第四台的品質不太好 或者是太貴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買這一台做考慮 因為其實兩年 然後綁這台機子 那其實它的價位不算太高 而且如果你還有什麼別的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在盒子裡面去做購買 例如說你覺得影視不夠的話 你就再多買一下愛奇藝 然後成人不夠的話 你就再買一下潘朵拉之類的 那加到你的盒子裡面去做觀看 好的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